只要到手的这一局突然间又丢了 我相信连这个马克塞尔比也是没有想到 刚才订阅会的这个季十五 最后的这相机已经看到了 就是在党的程序上 就是在党的时间上 Tsai的帐築 就是帐篷了 我先说到二票 双鱼 为什么黛软 也没有我们下来 这个鱼 我们要请在电视里面 我把这个赏鱼 也是全国的赏鱼 但是我可以在一定场地 你们在哪里 那些平台的顺客 选择了左侧最边的一颗红球做安全球 这个防守的质量还是相当的高 因为这个母球完全的贴边 这球好像比较大 也是非常棒 我相信差一点是形成了斯诺克 不过这时 马斯尔比能看到红球 我相信他防守起来也是觉得有很大的难度 今天马斯尔比的解球好像失去了解球的这种感觉和方向 我记得在第一局一球的时候他已经被罚掉了13分 解了一颗7分解了一颗6分 很不可思议 其实按照他们这种世界顶级的选择 我觉得不应该犯这样致敬的低级失误 不过这个人又是手马又露体 对 毕竟还是人 毕竟他们和老一辈的斯诺克选手来比 我相信解球这方面的功力还是不服前辈们 尤其像Steve Davis 还有包括萨利文 西金斯等等 Kendoghty 这个是独有一工 Kendoghty被以为解球解的最好的人 看定球会能不能抓住马斯尔比的失误 最终拿下整场比赛的胜利 我们看到现在 定球会出现有一个炸球的这个角度 可以通过5分球来炸球 炸飞了 看一下运气如何 不怎么样 不怎么样 快点 对 你中外 中外 这个球只是虚晃一枪 我觉得应该是下意识的 应该将红球留在中代的带口 并且用其他的红球阻挡住 马斯尔比的进攻 这样的话 如果马斯尔比再把红球防回去的话 必然就要顾虑中代有没有漏球 还是不够老谋深算 谢谢大家 我们从模拟计算机可以看得出来 篮球下方 前面的红球应该是可以过 不过呢 这个马斯尔比是选择的防守 选择更为稳妥一些 再来看一下 这个球在虚拟角度上的位置 到底有没有线路可以回来 现在暂时是找不到一条非常好的 很方便的线路 选择母球沉底有可能 对 在想 我会看到这一条文化的方便是最新的 打左边的红球 把主球放到两分的这个角度好不好 现在的球台让对手难受是第一目标 因为对手难受下就可能会想不出好办法 或者想出办法来玩不成 没错 力道稍微有点小 小了一点点 丁俊飞是看到了球队中间有一个红球 他想打一个应该是组合球 但是同时某球也是可以防守 做安全球 这样 成功 确实有的时候必须得敢想 想到不一定能做到 但是有机会 起码 好 现在又回到一个比较有趣的位置 那是去吊对方一干呢 还是只是把球放去一个安全的点 这个球要做一个斯诺克 我相信这个难度非常大 因为呢 这个母球离第一颗最近的彩球 咖啡球呢 有一段 那是